解放军东部战区微博 公布空降部队集结操演画面 威吓意味十足 时间点就在蔡总统出访回台后 福建平潭民众在海边拍到直升机出海演练 疑似模拟跨越海峡的场面 海上也清楚看见中共船舰 福州平潭两海域将进行实弹射击训练 禁止一切船舶驶入 相关范围内水域将被警戒封锁 除了福州跟平潭沿海实弹演习外 东部战区也发布四月八号到十号三天 组织环台联合军演 针对台湾北南东部海域 以及台海采取战备以及警巡任务 对中共文攻武嚇 行政院长陈建仁陈着看待 国防部怒视解放军破坏区域和平稳定 不过专家分析中共围台军演的几率并不高 中国运用文宣媒体打认知作战的频率远比实际的军事封锁还来得高 就连美国访台议员也不放过 美国众议员瑞森绍尔推特贴出他来台前就收到中共信件 警告他如果坚持访台将违反一中原则 破坏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跟台海和平稳定 但是他仍坚持不被中国威吓吓到 也不对中国磕头 美中台三方互相牵制 但是中共解放军纸老虎真面貌已经呼之欲出 三地新闻中观已成为豪台北超刀